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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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談 深圳又封城了 深圳曾經封城過 也讓蘋果的MacBook Pro 出貨出現的延遲 那麼現在9月7號 馬上蘋果要發表會了 馬上果粉要開始集結了 要開始排隊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 深圳封城了 所以這會不會影響到 蘋果生命線呢 iPhone14發表在即 想不到深圳疫情升溫 現在深圳封了 封鄭州 蘇州 深圳 這都是蘋果的生命線 所以要來問蔡總 蘋果生命線會遭到打擊嗎 中國嚴格封控 蘋果三生產基地 是不是真的會受創 不過今天先從這個瓶蓋股 似乎股價影響並不大 你說跌的本來像原碳那個 是漲很多 會不會是該生產都生產完了 現在風也不會太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進一步來分析 因為大規模的這個風控 已經在多個地區 它是9月2號24時 所以還有幾天 大家最關注的就富士康 富士康不管是榮華區 福田區 還有中國電子第一條街 就華強北 這個都納入了控管 這個照道理應該會影響到 iPhone新機的一個影響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股價 蘋果的股價 好像有一點影響 我們可以看一下很明顯的 Apple的股價在美國的股價有一點 Apple的股價是4月到6月 中國封了兩個月 所以它那一波跌了23% 後來6月的反彈以後 一路漲了36% 幾乎今年跌的全部都把它這個 漲回來了 但是8月的高點以後 Apple又跌到昨天的一個月低點 跌了10% 好像有一個影響 下個禮拜就 9月7號就要發表了 但是我們說 很多人就說 現在不是都在鄭州廠生產嗎 鄭州廠的iPhone 產量佔全球的iPhone一半以上 那深圳 但是大家不知道 很多領土現在在深圳 對 2010年以前 這個鄭州廠還沒有完成以前 深圳從第一代的iPhone到iPhone4 都在深圳來生產的 然後大家有一個正確觀念 一支iPhone的手機 不是護者組裝 各個關鍵的零組件 缺了一個就是沒辦法出貨 而且華強北被封了 那代表通路端受阻 對 為什麼 華強北的話是全球消費電子 包括手機 最大的零售市場 現在大家都一起 要趕快庫存調整 但是你華強北也被封了 封了以後怎麼調整 怎麼調整庫存 現在空蕩蕩你看這個畫面 華強北空蕩蕩 所以你電子的零組件 沒有一個零售市場 所以庫存的調整時間 還要往後延 好 蔡總我們來解讀一下 那瓶蓋股 因為下個禮拜 星期要發表 所以在這個當下 竟然傳出封控 所以瓶蓋股呢 我覺得應該 基本上瓶蓋商網的話 影響比較有限 比較有限 所以我們要看 萬一假設 深圳這個部分 還有旁邊周邊的 包括大陸的蘋果供應鏈 它假如零件供應不了的話 萬一下禮拜發表出來 iPhone14 它就不錯 預購的數量很高 但是我們沒辦法出貨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就在疫情的那一年 2020年的時候 iPhone12 那一年零組件供應不了 然後首度採用台積電的5奈米 第一次 所以它是11月13號發表 這已經比平常的9月多慢了 然後到了11月23號才上市 很多國魂都是11月以後才拿到了 當時我們看蘋果的股價 你看9月137跌到103 有跌25% 但是這個跌下來是買點 這個103買點 為什麼 2021的你看那個年初的時候 就創新高了 就是你要往後找買點 所以如果這一次也受到 零組件供應的影響 晚出貨的話 壓回來是買點嗎 對 壓回來 台積電也一樣 那兩個月平台整理 紅海比較有影響 因為紅海組裝 紅海的營收太受這個影響 所以你看7月它提前就知道 這個iPhone12會延後 你看7月的88塊 一直跌到9月的74塊 跌了16% 所以你假如看到 有可能延後的話 我覺得台積電影響不大 大力公開影響不大 紅海會有一點影響 但是我們來看六公格的平台 這一次可以注意打 這一次可以注意打 我們發現我們看鏡頭 大力公那時候有2140塊 但最近好像比較動能減弱了 我們看易金光似乎 已經底部都打出來 要挑戰前高 所以我們看一下3406的易金光 因為這個小模是力挺 有人挺大力公 但小模是看好易金光 我把小模的理由講出來 第一個 他認為iPhone的前置鏡頭 易金光的市場佔有力 就是跟大力公已經平分秋色 但是他多一個利多 明年Apple的元宇宙產品出來 ARVR 易金光受惠最大 受惠最大 所以易金光我個人認為 上半年EPS6塊多好像不多 但是他都集中在下半年 所以他今年的EPS可能會有22塊 22 比去年20塊還多 你看光這個底部打得很結實 有雙底 好幾個底部出來 所以我認為他可能會比大力公 更有機會 好 我們來投一下郁金光的票 各位要怎麼看郁金光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 受惠蘋果的出貨 請舉牌 郁金光 1 2 3 4 5 6 6票圈 好 今天最後我們要提到觀眾朋友 可能會影響到明天台股的是 歐洲目前的壓力比較沉重 什麼原因呢 因為俄羅斯的北溪管線 從今天開始就是今天 斷氣三天 所以歐洲各國都面臨長期抗戰 我們也知道天然氣暴漲 再加他們電價也很貴 通膨又很高 中值來到了9.1 所以今天的歐股是壓力比較大的 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 明翰最後一點提醒 各股會出現什麼樣的走勢 OK 簡單來講斷氣的部分 雖然短線這個漲多天然氣有壓回 但是我們認為供給還是供不應求 後續可能還是最起碼維持在高檔 對 這個天然氣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到底天然氣高漲 到底誰受惠 簡單來講就在農經概念股 農經概念股 對 大家想到肥料 蛋肥 假肥 其實都是天然氣灌進去 所製造出來的 是 加上說農糧價格不錯 所以相對而言 這個需求非常強極 其實現在價格很貴 所以大家農民還是願意花錢去買農藥跟肥料 這這樣的概念 所以農經股會受惠 對 那農經股裡頭怎麼挑呢 這看這個架構來講 近期新農應該是市場的一個指標 不斷往上飆升 我一直在走高 對 但我個人覺得 這種股票不是不能買 但是這個真的技術要好 我個人覺得盡量選擇有跟著帶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 匯光的一個部分來講 是 匯光 就有持續震盪往上 那它整個架構跟這個新農的走勢有點相似 而且不要說只有講到這個所謂的技術面 我們可以看到投信才剛剛進場 相對來講我覺得風險就低 另外我們不要只講這個技術面 可以看到最近的營收確實在創高 所以這個簡單來講 就是天然氣的報價上揚 它確實受惠 它也沒講那麼多對不對 對 所以相對來講 就是這個基本面 籌碼面 加上技術面持續慢慢轉強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種 也不太認識了 讓我們來講 對啊 也會有一點 就是這個 然後